各位用户你们好 今天我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纸宝机的简单组装 首先我们组装的时间的话也不长 但是这里的话组装要领先一定要记得 首先我们应该要拿两把螺丝刀 这个螺丝刀的话是内六角的 一个是2.0的 一个是2.5的 就需要拿这两把螺丝刀 就可以把我们的整个飞机组装完毕 咱们在桌子上面 咱们就看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都已经拆装 已经放到我们的桌面上 咱们看到一个是飞机的主体 飞机的主体它里面就包括了一个飞控 还有一些接收机 也就是说我们的飞机的大脑 都在这个主体里面 还有一个接下来咱们看到一个 纸宝机肯定是少不了一个水价 好咱们看到之后的话 还有一个六个Gb 六个Gb的话也就是我们的飞机的动力系统 六个Gb的话这里有四个Gb是不一样的 四个Gb的话首先它有一个喷管 这个喷管的话稍后玩一下后 大家怎么去装 怎么去拆也是很简单的 还有两个是没有喷管的 没有喷管的 但是这里的话咱们要记着 每架飞机上面的Gb它都是有编号 咱们一会在接下来的视频的话 我会告诉大家该怎么把这个Gb该 一二三四五六该怎么去排序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还有一个主体就是咱们的起落架 就是两个起落架 就是这起落架上面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来固定我们的 纸宝机的水箱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螺丝呢 有的螺丝都已经上在了飞机上 还有就是四颗螺丝 四颗最大的螺丝 螺丝弄了一个包装袋 装起来的 这里面四颗螺丝是来固定我们的水箱的 就是把水箱固定到起落架上 那接下来我就会带着大家 把这个飞机给组装完毕 第一步咱们先把起落架给装起来 首先咱们拿到两个起落架 两个起落架的话咱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它也分左右的 首先咱们确保这两个 这两个开关 这两个架子要在中间的位置 这两个架子要在中间 也就是在里面 在内侧 也就是在内侧 内侧的话就说明是对的 是没问题的 那好 咱们接下来就可以把 首先咱们拿到 重启的时候咱们把 螺丝这边的话 你需要用2.5 2.5直径的内容 每个螺丝比较松爽 这里的话咱们就是 在主要之前 已经帮你们一元就松爽 因为是之前是太高的 咱们一边松爽 松爽的时候咱们可以按到这个 内侧外似的地方就这里 给它装上去 先给它装上 然后再装上去 看看 上面是 它会比较小难度 不会也没关系 可能 如果 做到之前 刨次要把它放在中间上 往下 好咱们把这个两个起螺架咱们卡到卡到位之后 好这边有四颗螺丝四颗螺丝的话这里咱们一定要上紧啊用我们的2.5的内溜角一定要上紧 因为你要不上紧的话咱们还稍后还要再放水虾啊 是在螺丝的话螺丝是在这个位置啊都分别都有两颗螺丝分别一共有八颗螺丝 咱们把这八颗螺丝一定要上紧啊就这边的八颗螺丝啊 好我现在加了我就把这螺丝给上紧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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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把起螺丝已经固定完毕啊 八克螺丝已经拧紧 拧紧之后咱们现在开始装水箱这一步说啊 水箱的话咱们看好啊 这边是电池舱啊 这边是电池舱 电池舱下面的话还有一个碳纤维的电池舱底座 咱们要给它卡进去啊 卡到这个位置 好 卡到这个位置 首先这边有个注入口 注入口的话是放在飞机的前面位置 也就是头部 它头部咱们怎么怎么怎么分别出来是头部呢 咱们看一下这边有尖的部位 尖的部位的话就是头部 就这里啊 尖的部位是头部 好 头部的话咱们 可以把水箱反过来 然后咱们放在这个位置上 好 放在位置上 这里的话 我就说了这边有四个底座 四个底座的话这时候咱们就需要用到我们的 咱们袋子里面装了一个比较大的四颗螺丝 四颗螺丝 四颗螺丝 四颗螺丝的话 这里的话 飞机里面它给了带了我们RU型的扳手 这里就要去削余用到RU型的扳手 好 这四颗大的螺丝咱们固定在水壶的这边四个孔位 好 首先呢这里的话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需要两个人 需要两位人 然后来协助一下 也就是说往外 往外掰一点 咱们可以把螺丝给锁 这里的螺丝的话 你也要拧紧 首先这边螺丝也需要拧紧 因为它还要把两个重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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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總總電源開關 它是從大火炒 我們可以把這邊也要收上去 現在我們自己要收一場 現在是老生 我們要打收一場 這邊也有四顆我先 要收一場 我們去拍筆 拍筆 fees 支付 賀 心向下 epidemic 升 水 有這麼久 基本上是你那位呢?你跟我說我這顆 這兩個換檄 開關 兩人名會卡到被骸 Rush 原來看 兩人都不能再不如 res Zak 放 caf 芒 interface 音頭 南功 等 有请大家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栏目 说明镜与点栏目 我也许设计 我觉得也许计计 我觉得太久不叽也许计 我认为 太久不叽也认为 不太感受 真有不太制作 我们不太制作 但是你想要 就不太制作 接下来咱们开始装动力系统 动力系统的话就是有现在有六个Gb 六个Gb分别六个Gb上面 一会儿我会说一下 六个Gb的话咱们看一下 这边都会有一个标签 一 六 二 这个标签是有什么用呢 也就是说我们飞机的话 它是有一个Gb是有一个安装顺序的 这个安装顺序的话咱们看一下 刚才我还说到了飞机的头部该怎么算 它怎么是它的头部呢 也就是说在尖的部位是它的头 尖的部位也是它的前方 前方的话咱们从前方的第二个口 也就是说咱们仔细看一下 前方这边是有两个口 对吧 从这个口开始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也就是 五 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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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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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确保这五颗螺丝是已经松掉了 包括中间的一颗螺丝给它拿下来 然后咱们开始给它装机壁 装机壁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橡胶堵头 咱们先把橡胶堵头卡在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卡在我们的塑料键上面 这样的话我们的塑料键就是一个硅胶 橡胶垫给它砍上去之后 小的东西就是这边有一个孔 也就是说我们的电机的正上方有一个孔 这边的最末端有一个孔 这个孔的话就是来固定我们中间这颗螺丝的 中间这颗螺丝 这样的话我是已经把机壁安装到位的时候 然后这颗螺丝才可以拧上去 否则你是拧不动的 好那我这一颗螺丝拧好之后 顺便咱们再把这其他的四颗也给它挤上 好现在我们就是六个机壁完全组装完毕 咱们也能看到了啊 现在基本上都组装完毕了 那组装完毕之后的话 咱们还剩几个插头没有插 这几个插头分别是分别对应的 就是M1 M2 M3到一直到M6 然后还有六个电条信号线 这里的话我来给大家说该怎么去插 好那咱们现在就是看一下 看一下这里面的插头都现在分别是在这里 然后该怎么去插呢 首先咱们拿到第一个机壁上面 咱们还有看到对不对 机壁上这边有一个1数字1 数字1的话就代表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咱们拿出来之后 咱们给它插到这个是90的头子 咱们可以给它插上去 好咱们插到这个位置 之后还有一个电条线 电条线的话咱们稍后再插 然后咱们先分别从M1到M6 咱们都给它插上去 现在的就是电条端的电源头已经插上了 六个已经插好了 插好之后咱们开始找到M1 M1的话这时候我们要插非控 非控的话 首先咱们要把这个GPS的这个插头给它拔掉 因为这个GPS的插头的话会有点挡着 所以咱们就先拿个M1 M1的话咱们看上是不是是两根线 一个黑线 一个白线 咱们把黑线朝上 咱们插一个M1 M1然后首先 M2 M3 M4 M5 M6 把GPS的也给它还原过去 把GPS还原过去 这样的话咱们就是算整个飞机的内部的东西已经组装完成 了 不是 B4 M4 2 2 4 3 现在咱们把这两颗给引开了之后 咱们把GPS给它拧上去 好GPS拧上去之后的话 咱们就可以把这个GPS给按照这个位置 这边有一个往前去的一个箭头 咱们给它拧上去 咱们的GPS的话咱们已经固定好 组装完毕 这样的话咱们的整体的飞机就算是已经组装好了 这样就可以到户外进行试飞 好那谢谢大家的观看